個人的按碼項目當然是希望可以先順利進入決賽 然後當然決賽的話希望可以站上頒獎台 奧運運動員的最高殿堂也是李志凱的目標 這個舞台他並不陌生 2016年出展里約奧運 是台灣事隔16年來又有體操選手參賽 但可惜待一雙參賽 在最拿手的按碼項目失手不勝落馬 有了16年里約的經驗給我一個提醒之後 其實在接下來的訓練每個日子裡 我都會時時告訴自己說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就是知道日子越近越不能發生任何的意外 並拜里約後李志凱不怕苦化悲憤為力量 聯奪2017年台北市大運 2018年雅加達亞運鞍馬金牌 和2019年世錦賽鞍馬銀牌 創下台灣紀錄 而同樣有奧運夢的還有唐嘉鴻 從小熱愛體操 看了翻滾吧 男孩後 就決定從台北轉學到宜蘭 成為李志凱的學弟 可能大家會覺得還蠻辛苦的 可是我自己是算蠻享受的 比較希望就是可以把平常訓練的水準大膽的展現給大家看 然後很漂亮的一次表演演出給全世界的人看到台灣有很棒的選手 唐嘉鴻一天不練體操 就會渾身不對勁 2018年印尼雅加達亞運 現在地板項目奪得台灣首面提操鷹牌 隔日單槓項目再奪金牌 刷新台灣紀錄 2019年拿下台灣史上首面世大運單槓金牌 奧運資格賽後 唐嘉鴻手中拿著硬霜無法參賽的游巢尾衣服 上頭寫著 吃著苦中苦 方為人上人 展現團隊精神 也訴說他們的決心 28日李志凱 唐嘉鴻出戰冬奧個人全能決賽 教練林玉信在臉書表示 台灣體操歷史以來 沒人在奧運會進入全能決賽 真的不簡單 你們兩個做到了 今晚就好好展現自己吧 為夢想跳躍 為台灣翻滾 加油 新唐人亞太電視 淳輝摩 周永如綜合報導